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次的东京奥运对我来说 最大意义是 我克服了自己的一些心理关系 还有我更加珍惜 和所有的队员和教练之间的相处 希望可以证明给他们看 也和自己有个交代 其实在我们运动员的角度来说 可能过往一年有很多比赛都取消或是延期 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去设定一个目标给自己 然后去朝着目标进化 就不要那么轻易去放弃 滑浪风帆物一向在香港体坛 都是别具意义的 香港第一面的奥运金牌 就是由李丽珊在96年 阿特兰大奥运奥运奥运 而是至今日 滑浪风帆的代表 亦准备好写下他们自己的奥运篇 也很感兴趣 完整奥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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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奥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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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做运动员 都很大的一个过程 和很大的转变 可能我当时真的觉得 金牌或者所有的成绩都很重要 但是特别这几年感受到 追求的是自己在表现上 和如何去克服一些困难 出过比赛的时候 我们通常比赛为期五至六天 每天就赛三场赛事 但是有很多规则限制下 太小风或太大风都不可以作赛 而往往可能有超过三成的时间 出去训练比赛的时候 都因为太小风或太大风 而我们要在岸上等 有时就幸好是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但有时试过等了四五个小时都不能作赛 虽然体力上就没有任何消耗 但意志上的尖熬都很大 所以其实久而久之 对于我们一个全职的滑轮功法 运动员来说 那个等待或者耐性都要相对提高 上一届尼若奥运的时候 我就不懂得怎样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还有不懂得跟教练沟通 觉得教练为何又批评我 很多時候都很不喜歡教練 之後慢慢就… 特別是輸了選舉後就發覺 糟了 教練說的東西是對的 還有就開始聽多一點 不只是阿英 可能是其他教練 其他隊友 平時可能會… 原來也有種種的題材 但可能我之前是沒有聽到任意 我也希望在接下來的奧運 真正比賽的時候 可以克服到自己 一路以來可能會緊張 種種的心理關口 今屆的東京奧運 將會是一屆不一樣的奧運 我相信香港運動員 將會為大家帶來突破性的成績 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 甚至乎香港的朋友 大家一起支持今屆的東京奧運 我知道這幾年來 香港人都很不容易 有時候都會感受到我作為 因為香港的運動員 其實是很幸福的事 所以都希望大家 都多多支持香港的運動員